这个核酸检测是一种高灵敏的方法 这是因为核酸检测的这个过程 它是一个指数扩增的过程 通过适当地放大病毒的片段 使病毒能够更容易地被发现 所以如果一个人在感染的初期 相关的体证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抗原检测可能为阴性 这就需要核酸检测来确认 抗原检测的准确性 当然还取决于我们 有每个个人操作的规范性 抗原检测不能代替核酸检测 近期连续的筛查 主要还是处于下面这个考虑的 因为新冠病毒的感染的病程来看 这一个有一定的潜伏期 那不同的个体之间 还有一个个体的差异 病毒材量也不同 当社区完成一轮筛查以后 病毒材量高的人 他就被塞出来了 那么病毒材量比较低的感染者 那么就会呈现核酸阴性的结果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多轮多次的 连续的核酸的筛查 来尽早的动态的发现阳性感染者 尽早的实现社会面的清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